大家好,欢迎来到IT Plus频道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 Ubuntu的远程桌面软件 通过这个软件呢 大家可以从Ubuntu 快速访问你的Windows系统 当然也可以是Ubuntu系统 大家都知道 Ubuntu呢 已经开始类置了Windows的RDP支持了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甚至可以使用 传统的Windows的远程桌面方法 远程访问你的Ubuntu系统 这也就是本期视频的两个主要内容 废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开始 安装FluenRDP呢 一共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在Ubuntu中通过apt install的方式 直接进行安装 这种方法呢 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我现在使用的是Ubuntu的R42.04的版本 这种安装方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打开终端 输入密码 整个安装过程只需要不到5秒钟 就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快 第二种方法呢 稍微复杂一些 我们通过官网提供的预编印包进行安装 打开浏览器 访问FluenRDP的官网 FluenRDP.com 点击下载 我们可以看到 FluenRDP呢 针对四个Linux的发行版 Ubuntu Diband Fordler OpenSUSE 分别提供了预编印包 我们点击Ubuntu的链接 可以看到预编印包支持了Ubuntu的版本 22.04的版本号就是这个GEMI 它提供了64位的预编印包 我们点击下载 关于预编印包如何安装 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 第三种方法呢 就更为复杂 需要大家自行编译安装 我们访问FluenRDP的Github的官网 点击最近的版本 点击下载FluenRDP 下载完成之后自行编译安装 三种方法都可以安装FluenRDP 但我个人推荐第一种方式 更加直接有效 毕竟编译会面临很多包缺失的实际问题 需要大家逐个去解决 被远程访问的机器呢 需要打开远程桌面设置 我们分别介绍Windows和Ubuntu的设置 对Windows来说呢 我们右键点击开始 点击设定 点击系统 点击远程桌面 打开这个选项 确认 那么这台Windows机器呢 就可以被远程访问了 在Ubuntu系统中 我们点击设定 点击共享 打开共享 打开远程桌面 设置用户名和用户密码 这样我们Ubuntu的桌面共享就打开了 OK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 在Ubuntu中使用FluenRDP 远程访问Windows的桌面 输入以下命令 这里我解释一下 V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Windows机器的IP地址 Windows的远程桌面的默论端口是3389 用户名 密码 我们打开Windows远程桌面之后 窗口的高度 窗口的宽度 都是可以自行定义的 回车 系统这个时候呢 会询问你是否信任Windows的证书 回答yes 现在看到我们在Ubuntu中 已经成功的 软程桌面到了Windows的机器 如果每一次在Ubuntu中 软程访问Windows系统 都需要通过命令行方式的话 那么也太麻烦了 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 如何在Ubuntu中 为FluenRDP创建快捷方式 我们打开终端 开始编辑FluenRDP的桌面快捷方式 输入密码 快捷方式的内容呢 大家可以参考 视频简介部分 里面会有详细的链接 指向到我写的文章里面 大家可以访问这些文章呢 得到更详细的一些参考 保存退出 FluenRDP的快捷方式 创立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应用程序的列表里面 找到FluenRDP 点击它 系统就自动打开了 Windows的远程桌面 是不是非常快 就像我们前面介绍的 我们甚至可以使用 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功能 访问Ubuntu的系统 当然前提是 Ubuntu已经设置了 允许远程访问 我们打开 Windows的远程桌面软件 输入Ubuntu的IP FluenRDP的远程标 输入用户名 FluenRDP的远程标 也方便给到大家 更多的一些参考 再次感谢大家